中央政权的讨论的时间段 集中在1918到1921年这个三年 当然我也不会完全围绕这三年 也会对前对后有所展开 那首先在引言中 我想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 这个南北这个概念 南北问题是怎么形成的 它的起源和性质 这是理解我们北洋历史 或者说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这样一个时段 清末民初一个非常重要的 甚至是宏大的政治议题 它统设很多相关性的问题 是交叉性的包容性的一个问题 那么南北问题我们讲 在中国历史上是由来已久 那我们今天集中就讲民初的南北问题 民初南北问题的出现 从近距离的历史视角看 我们知道是由于袁世凯 1916年他复辟帝制 失败 他本人就死掉了 死掉之后我们知道 袁世凯是拥有一个强大人格魅力 在一个军事政治领袖 他是北洋集团的精神领袖 所以他一旦去世之后 就造成以他为中心的北京的 这样一个北洋集团 北京政府就全容无首 那就造成一个下面的 我们知道所谓的北洋三杰 王世珍 段七位 冯国璋 号称龙虎虎 那他们中间这几个兄弟就开始闹 那么紧接着这样一个 就是北洋集团内部开始演化成直系和晚系 这是一方面 那么这样一个分裂 再加上北洋的这批人 他政治观念比较保守 所谓的保守 就是段七位 他们和他们的老师 袁世凯一样 其实对清末民初 引进中国的西方宪政体制 他们内心一直是不认可的 这批人其实奉行的是人质 是人质观念 那就是一种强人政治 那我们知道在袁世凯去世之后 段七位就 他就做总理 那总理进入1917年的时候 中国受美国的这个鼓励 要参加一战 希望通过参加一战 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废除不平民条约 恢复国家主权 特别是在关税的自主 现在好像的废除 是当时非常迫切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参战 对中国当然是有利的 后世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1917年 段七位做国务总理 他围绕这个对德绝交 要国会通过参加案的时候 他和时任的总统林元宏 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那么围绕总统林元宏 和国务总理段七位之间 就展生了一种拉锯战 在中间国会中的国民党的势力 包括研究系的势力 其他各方的势力都卷入了进来 最终造成了一个结局 就是李元宏反对参战 那么段七位离弃出走 到了天津 然后宋荣惋戏的这些军事干将 比如说李世聪 这些人就开始出来 要闹独立 架空或者对李元宏施加压力 那么李元宏在这个背景之下 被逼无奈 他要请张勋来去亲王 那么张勋是有二心的 那么张勋进京之后 他干的是什么事呢 他并没有去保护李元宏 他要复辟 那么段七位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有人说 这背后是一场阴谋 是由研究系的梁启超在导演的 就是张勋只不过被利用了 段七位在马场逝世 然后就进京 把张勋给赶走了 张勋跑到公使馆 荷兰使馆 那么段七位就是 由再造共和之功 这就是由参战 引发的服务院之争 派系之争 那么最终段七位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胜利者 得到了研究系的支持 问题是段七位做了总理之后 他像袁世凯一样 他不愿意恢复 民事约法 也不愿意恢复国会 他的这样一个立场 就引发了国民党的 这种激进的势力 孙中山要 唐少爷要 这批人 五听方案 他们的反对 他们要被称为护法派 所以围绕着 是否恢复国会 是否恢复民出约法 这当然你可以从广业上 新观念和旧观念的冲突 思想冲突 也是一种派系之争 权力之争 那就是孙中山他们就南下 就组建了护法军政府 那么中国就实际上 就形成了两个政府 只不过这两个中央政府 我们知道一个是合法的 也就是北京政府 一个是西南军政府 他没有得到列强承认 可以说你说他是一个 没有合法的身份 但事实上确实造成分裂了 这就是南北问题 所以我们简单的看南北问题 被袁世凯去世之后 这个中央权威的衰落 一战造成了这样 中国的内部危机新旧冲突 所以他是这样一个 短短两年之内 1916年到1917年 那么由于两个政府 西南军政府和北京政府 那这中间就造成中国的 政权的统一的问题 那围绕中国重前的 南北统一的问题 怎么统 是和平统一 还是通过武力统一 段祺瑞和冯国璋 各有他的分歧 因为李延宏被张勋赶走之后 李延宏就不能做总统了 由冯国璋 直系的冯国璋做总统 段祺瑞做总理 所以他们围绕南北问题 再次展开了府院之争 总统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 他之所以主张和平统一 他认为这样一个政治的策略 更符合直系的利益 因为冯国璋和西南的 这些军阀势力 比如说陆荣廷 比如说和政学会的陈臣轩 他包括云南的杜军唐济 他都有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他认为和最符合他的利益 然后通过和可以削弱 晚戏段祺瑞的力量 但段祺瑞这个时候 他仰仗着日本的支持 我们知道日本在1917年 通过大笔的西渊借款 武装他的参战军 可以说他是兵飞马壮 他只是可以靠他的武装力量 来统一中国 那我们知道 段祺瑞的这样一个想法 其实最终是证明是有效的 就是中国的分裂 只能通过武力的统一 那最终国共决战 也是通过三大战役 靠通过和谈统一 只要地方的势力 武装力量不剥夺 那是绝无可能之事 所以电视区的这样一个政策 尽管我们知道还是有效政策 但在当时是违背人心的 认为你是打内战 背后就有日本的力量 有英文的力量 到了20年代我们知道 还有俄国的这样力量 所以南北问题 它就除了新旧思想冲突 护法派和反宪政派的冲突 还有列强在中国的竞争 这就是南北问题的复杂性 它不纯粹是一个南北政权之间的 斗争的问题 有思想的因素 有外交的因素 那这样一个南北问题就是 如此的复杂 所以当时日本有一位很有名的知识分子 他和中国的南方势力有密切的联系 叫四伟亨述 他在1918年11月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日本的杂志上 他这样说 新旧思想的冲突 为其纷争之因 既主张护法 为政党值南方 与蔑视约法之北方象征 所以这就是一个新旧之争 列强之争南北问题的一个背景 那么我们讲 南北的这样一个视角 在当时是成为列强关注的一个视角 也是外国的观察家 关注中国的一个基本视角 当时人的这种视角 在媒体上都是这样展开的 通过这样一个南北视角 也成为后来历史学者 包括今天 审视北洋这段历史的一个路径依赖 大家都这样看 那我们看南北问题 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揭示 当时中国的统一分裂的根本问题 它有没有它的局限性呢 在南北视角之外 第三方的视角 我觉得更值得关注 那就是我要说的被忽略的外 这个被忽略的外 就是说在北京中央政府和西南军政府 这两个南北的这样一个政权之外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东北 我爸他称为当时称为满蒙地区 他的一个例外性 这个满蒙也就是关外势力 和北京政府的关系 和西南军政府的关系 更值得关注 通过这种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 这一时期的重大的政治问题 那么满蒙的例外性 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很复杂 它涉及到地理的历史的 和国际的各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从地理上看 我们搞中国经验的时代 很喜欢就讲那几十段 目光太近 反而看不出它深厚的历史的来龙 看它的去脉 我们在中国历史上 这个东北满蒙这个地区 长期是游牧民族 农牧民族 和农业交集区 一直是对中国的这个历史 中原王朝造成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从辽以来 辽的契丹 金的这个女真族 包括满清王朝 都是起源于满蒙地区 具体的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 今天的蒙古 内蒙古东部 其实也可以称为东北地区 就是呼林贝尔大草原 俄尔古纳河这一带 我们知道成吉思汗 它的发家发祥地 就是在俄尔古纳河这一带 那你这个契丹也是这样 然后清王朝也是这样 所以这块区域 它在中国的这样一个 近一千多年的历史中 一直对中原王朝 巨成的威胁 一旦成功之后 它就会入住中原 清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近代王朝的一个例子 1640年入关 这是它的一个 这个区域 它有它背后 有丰富的一个资源 同时呢 就是说特别是到了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明清以来 这个地方 它接近与北京非常近 可以称之为王级地区 大家看这幅地图 就可以知道了 就是说它离北京非常近 它就有很近的这种便利性 但我们去看 这个到了这个清末明初的时候 中国边疆基本上都是处于 与中央王朝 离行离德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只有这个张作霖 他能够接住先登呢 就是因为他处于王级的地位 从沈阳到北京太近了 我接下来会讲有金融铁路 但你看这个云南 云南的话 蔡厄搞护国运动 但其实还只是说 打消了这个袁世凯的威信 真正造成袁世凯灭亡的 并不是蔡厄的护国运动 而是北洋系内部不再拥护袁世凯 那后来蔡厄之后的云南的这个 都军唐纪瑶 他也是雄心勃勃 但是他就没办法如如北京 因为太远千山万水 同样旧贵系的军阀陆荣亭 也是绿林大道出身 和张作霖有的一拼不像波总 他写写想梦想 只要干个副总统 但也没有成功 就是因为远隔千山万水 所以这个满猛他离北京太近 是王级之地 就决定了这个 我们不能忽视关外的这批力量 在一战后期对中央政治的一个影响 这是地理的 刚才讲从辽金一直到清 这是一个历史上去回看 这个区域的民族 对中央王朝一直有巨大的 政治上军事上的一个影响力 那同样又有新的变化 我们不能只看老黄历 就是到了19世纪末 20世纪初 这个关外这个地区 他对中原 就是北京中央政治的影响 又多了一层力量 这就是外部的力量 所谓外部的力量 主要就是日本的力量 和沙俄的力量 我们知道沙俄的力量 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 他的整个对远工地区的影响是衰退 且不要说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 他忙于内战 最重要的是日本 我们知道他1910年把朝鲜半岛给吞并了 设立总督 那紧接着呢 我们知道通过这个普斯堡斯条约 他画就南北版 所以日本对东北的影响是非常深的 他有一个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视角 我们知道日本他仿效的是英国 他要建立一个海洋帝国 所以日本对东北的影响 它是挟持海上贸易的优势 以海洋为中心 要把整个东北地区纳入这样一个东亚海洋共同体的视角 这是一种新的海洋为名 对东北 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而中国历史上呢 对东北这是以游牧比较落后的一个野蛮的方式 影响中央王朝 但最后即使占领了中央王朝与军事 还又会被中原来这种更高级的政治文化 儒家的这套体系给同化 但日本不一样 他日本托亚如游 他学了西方的现代的这一套制度 现在这种工业体系 还靠海上的国际贸易 他要把东北纳入这样一个版图 那这样一个巨大的外力的一个影响 一个新的海洋的贸易的工业为名的影响 在东北地区 开始渗透 要影响到中国的北京政府 这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这个国际性的力量 也是主导 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上半期 东北亚国际关系 一个主导性的一个力量 那么这就是满猛的例外性 之所以讲满猛的例外性 从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上 我们要看日本 它一直是一个口号 满猛例外论 满猛例外论 从普世茅斯条约签订之后 中间经过1907年 踏浮托 贵太郎的秘密备忘录 1917年的蓝星实景协定 包括1917年 日本与俄国与英国与意大利与法国的秘密协定 都缺了一个基本的原则 满猛例外论 所以满猛例外论 在日本看来满猛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 牵涉到它的国防的安全 这一块讲白了 就是归它拐 你其他列强不能涉足 那这就是一个国际的日本的势力 对东北慢慢的要起一个主宰性的地位 这样一个东北的例外 由于日本的满猛例外论 又增加了一种一个复杂的外部力量的色彩 那这种国际性的力量 那所以这是一种被忽略的外 这样一个外部力量 它时刻威胁着北京中央政治的一个发展方向 所以我认为大家要注意南北视角有它的局限性 那同样为什么我们要无法去跳出南北视角呢 这样一个视角是谁设置的呢 和帝国主义有关系 我们讲这个南北视角 讲的不客气一点 有点被殖民的意味 很多学者没有意识到 就是当时为什么中外媒体上讲南北问题 就是因为日本的满猛例外论 满猛这个地方是不可以讨论的 所以大家好像还认为满猛和关内 是另外一回事情 因为这个地方日本设了一个底线不能讨论 也要讨论就等于说 日本在这个地方的合法性就有危险了 所以美国人也会沿这个地方 英国人也会沿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被遮蔽的 但是被遮蔽的势力 恰恰是最具有破坏力量的一个存在 那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层面 被忽略的外 东北的视角的引入极其重要 第三个就是解释就是说 晚清政府在19世纪末 他感受到这一块 他的一个龙心之地 在列强的这种虎视眈眈之下 如果再不重视 有可能这个龙心之地就上至于外人之首 所以从1907年 在这个北洋集团 袁世凯 唐少怡 徐世昌 他们的推动之下 清廷就对东三省重新改制 当然我们知道 在更早的时间段 像刘鹏一张之洞 他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1907年时机成熟了 那这个东三省改制 具有特殊的意义 就加强 就表示中央王朝 清政府对东北的一种治理 要有效的治理 而不是一种无效的存在 好像似乎是像俄国人 日本人是无主之地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1907年 设立了东三省总督 这在整个清代 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之前东三省 他是将军制 由齐人 清朝姓城的齐人 他们自己能来管理 这种军事化管理 那么政治的治理是非常弱的 那么袁世凯 徐氏他们建议要设立东三省总督 由东三省总督 有权力向朝廷咒报 下面的这个奉天 黑龙江 吉林的巡护 是没有单独向朝廷 写咒折的权力的 必须由东三省总督签名才可以 那就是赋予了东三省总督的这个 统管东北的一个权力了 所以这个东三省总督 第一任总督 就是徐世昌 那么徐世昌 1907年到了东北 就代表着清廷对东北的一个 新的一个边疆的治理政策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么徐世昌到东北去 他和张作霖就见面了 我个人认为这一次见面非常的重要 他影响了张作霖一生的命运 因为张作霖在当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我们知道张作霖起身非常卑微 是一个兽医 孤苦伶仃 又没什么学识文化 但是这个人呢 他讲义气 他有人格魅力 有一帮兄弟愿意为他卖命一起干 有良善好汉的这种土匪精神 所以徐世昌到东北 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日俄战争之后 东北的匪患极其严重 所谓匪患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一些老百姓 没办法 特别是在蒙东 就是海拉尔 呼林贝尔这一带 那么徐世昌就发现张作霖可用 认为张作霖这个人能干 骁勇善战 所以在1907年到1909年 徐世昌担任东西城总督的时候 就是骑把张作霖 其他的一个副将的级别 张作霖就是突袭千里 带领张警惠 吴俊生 汤玉林 这一批豪杰之士 就到冷农地去 把那些土匪都给他镇压下去 所以这个两个人的相遇 他就表示了就是中央带惯例 钦差大臣的身份 这种人和地方势力的一种结合 这是一种内部力量的变化 刚才讲的是外地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知道张作霖在1907 08经过这个徐世昌的保举之后 他就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东北王 的一个根基 所谓的东北王 名副其实就是在1918年的9月7号 即将退位的总统 下台的总统 冯国璋 下了一道总统令 就是特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岳使 就是吉林 奉天 黑龙江 这三个省都被他管 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当年徐世昌的角色 叫东三省总督 只不过他换个说法 叫东三省巡岳使 但这一年我在翻阅这个晋国军 第四路军的司令员胡锦毅 他后来成为国民军 和冯玉祥他们是一个系统的 他在1918年的10月26号 他在日记里就讲了这段话 我专门列出来 给大家分享 我个人认为 他是有为言大意 很有意思 他在日记里说 他说张作霖的势力 甚大 是徐世昌一手提拔之人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胡锦毅此时的身份是陕西晋国军 第四路司令员 他当然不是北洋嫡系 他不是北洋系 那他当然是军方的人 那就是说张作霖的势力如此之大 他给徐世昌的提拔 而且是一手提拔有关系 就是说徐世昌提拔张作霖 这在当时中国的军界已经不是秘密了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张作霖和徐世昌的关系非同一般 没有徐世昌就没有张作霖 胡锦毅的日记就结识了这样一个 一个当时军界军方的人普遍的一个印象 那这样一个关系就值得我们去思考 1918年 这个时候徐世昌马上就当总统 张作霖的势力 这个时候进入京和许有关系 他们早年的这段机缘 就奠定了他们交往的信任基础 这一点在我们过去在研究 缝隙和北京政府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对这个细节 大家关注的并不是很够 这是张作霖 这个人是非常的精明 读书不多 但是很有智慧 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 就是讲关外势力 张作霖当然可以成为关外势力的代表 关外势力是如何崛起的 那我们通过张作霖的个人的际遇 以及当时的时代潮流 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成功 他跟时代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时代潮流最重要的 就是说19世纪末 中国所面临的这种被列强瓜分斗破 这样一个危机 整个一个清帝国 在西方列强 包括日本势力进入之后 即将土崩瓦解 19世纪末的这样一个著名的诗局图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他两边讲 一目了然不言而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日本 我刚才说 日本把关东地区东山省满满 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区 就是所谓特殊地区 这个地方不能搞门户开放 这是我的地牌 它是要构建 与日本本岛为中心的一个海洋帝国 这个地方成为它大陆 静云大陆的一个前头宝 这是一个海洋为名的进入 与中国历史上的这种 大陆为名 是两码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北极熊代表的俄国 日本的太阳 其他地方 西南边陲 英国 法国的势力 美国 对这个也有所介入 这里就不说 就讲 时局图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 瓜拉芬的危机 造成了一个个人的际遇 就是张作霖的崛起 稍等一分钟喝点水 好 我们接着开始 这个 19世纪末的列强瓜分 它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国际关系 影响到清皇朝的命运 也影响到时代的当时的小人物 张作霖的命运 从一个卑微之人 最后能够登上这个北京政府的这个陆海军大元帅 也就是总统之位 就是时代提供的一个际遇 张作霖做梦都没想到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背景就是 列强瓜分析著名的就是三国干涉华辽 德国 法国 德国 让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到手的这个辽东半岛 倒嘴的肥肉又吐出来了 所以辽东半岛就是后来的南满地区 关东周 就是日本关东军在这里发展 南且在这里经营之地 日本是势在逼得 就可以看到这种竞争是核起的激烈 然后日俄战争的普世摩斯条约 日俄战争我们的美国人在这里是 包括英国人 是对日本保持同情和支持的 当然道义上的支持 就是认为俄国威胁最大 所以谁强 枪打出头鸟 所以日俄战争 日本能之所以胜利 他首先在外交上胜利了 当时的英国 美国 都在对日本进行支持 有京城的支持 有军事上的支持 各种各样 总之俄国是比较孤立的 因为俄国在我们这个议和谈期间 他派了将近17万野战部队进入东北 引起这个晚期 就是1903年的巨俄运动 那么列强也觉得俄国太危险 所以大家一起去压制他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普世摩斯条约是在美国 老罗斯部总统 他在这个张罗之下签程的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这块的一个关注 随后有这样一个满体国际化的展开 也代表着美元资本力量试图进入 所以东北积极可危 这在中国所有地区中是 竞争是最激烈的一个地区 因为主要是日本在这方面 起主导性的作用 那么是刚才我说了 清廷在这时候 我们知道他们也并不愚蠢 过去我们中间晚清政府腐朽透顶 好像这一帮人都是无用之人 其实不然 像袁世凯 像许世昌这帮人啊 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 所以他们力推 搞东三层改制 东三层改制 加强对东北的控制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新的政治形势 才有徐世昌提拔张作霖这一可能性 因为东北必须进行治理 那必须委任地方的力量 那张作霖在这个时候就脱颖而出了 所以张作霖受徐世昌提拔 有个人的偶然性因素 最根本的是这种时代性的因素 中央王朝要加强对东三层的控制 应对外部的危机 包括同时加强这个关内移民 闯关东啊 这是所以我们讲关外势力的一个崛起 是跟清王朝意识到 这个地方的重要性有关系 而张作霖就承担了 这样一个历史的使命啊 我们知道他本身是土匪出身 也是匪气 但是呢 这只不过他因为懂这一块 所以他把杜立三啊 包括各种土匪都消灭掉了 那么后来就被规划了 这就是这样一个以匪治匪 然后把这个匪徒收入编制 这是许世长的策略 那么这样就把这样一个地方的这种离心力量 纳入了清廷的这种官方的系统之中 这也符合亨廷顿的那条理论 你一定要把社会上流动的精英 给他们提供一个职位 让他们有认同感 有成就感 这样他才会效忠于你 所以我们可以 这同时也说明 就是说 这个东北这个地方 尽管是关外 但是中央王朝的这种政治魅力 对他们的吸引 是抗拒不住的 那么张作霖就是这个例子 那我们知道这个徐世长 与张作霖的相遇 就是追蒙剿匪 成为二人关系情感交往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奇 一个一段佳话 那么追蒙剿匪也奠定了 张作霖凤凤系人马的班底 我刚才说 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像张警惠 后来担任奉军总司令员的 像孙涅成 后来担任这个 吉林省总督的 像这个鲍贵青 汤玉林 都是跟他在这个时候起家的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说东北对这个 中原势力 中央政府的影响 我们尤其要注意一个 新的现代化的产物 也是我们江老师 致力于研究的 这个铁路问题 我们过去不太注意 这好像金奉铁路 默默无闻 但是他产生的力量是无声的 所以我认为金奉铁路 在这一时期 关外势力和北京政府的互动中 它的作用是沉默的 但是是无声的力量 那这幅图就很显然 就是我找到的一个 就是北京之奉前的铁路 金奉铁路的修建 是一路磕磕绊绊 从李光章晚间搞 他前后搞了30年 1880年的 是吸纳英国的资本 那么所谓金奉就是 奉就是今天的沈阳 也是奉军的大本营 张作霖的这个统治中心 那这一块它连接之后 那就大大的方便了 那么金奉铁路又和这个日本人 俄国人经营的这个中东铁路 南门铁路又联起来了 这个中东铁路是个丁字形的 所以东北又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一个区域 它之所以现代化就是外资的引入 招商引资嘛 只不过这些列强是主动出上门的 它要去为己有 那么总而言之 就是东北铁路它是一个极型的发展 是在中国人上市主权范围的条件下 铁路建立起来了 这样一个铁路网 是整个当时中国铁路网最密集的这样一个区域 那日本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要把铁路网和海洋运输连接起来 所以说大连旅顺就很重要 就铁路网它到了这里就成为出海口 要把东北的大豆丰富的粮食资源都运走 参与国际贸易 就是走这样一条线路 所以金奉铁路 它促进了东北的一个发展 也加强了东北地方和中央政府的一种联系 这种联系对奉弃张作霖尤尤其重要 所以这条路是张作霖通往中央 为宁中央政权的必由之路 最终他也因为这条路 他命上皇权 所以这条路在他的生命史上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里就不展开了 第三个咱们就讲到南北 再次回到南北这个议题上 南北问题的出现 张作霖怎么利用这样一个南北分裂和统一的问题 来扩大他个人的权势 把缝隙的势力深入到北京中央政府 那这就是机遇 我们讲 分裂就会被第三方势力给所利用 那么南北问题的出现 首先是由于北洋系的一个分裂 我们知道北洋系的分裂 当然有人事的因素 就是袁世凯去世之后群龙无首 被首联飞兰成冯国璋和段奇瑞两大势力 直系和晚系 那么段奇瑞呢 在这个1917年参战问题上 与时任总统林彦宏造成矛盾 那紧接着就是再造共和 前面一定有所提及 那就是段奇瑞他不遵守法律 他觉得法律这个东西没用 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这是段奇瑞的思维方式 那他的这样一个观念和当时的武厅方 唐绍仪 孙东山这批人是格格不入 因为这些人是护法派 所以护法运动就造成了南北分裂了 那么南北分裂就成为 由此又引发到内战 因为段奇瑞呢 他在1917年这个时候有日本的支持 他认为我有可能凭借晚期的力量 包括拉罗直系一起对南方进行作战 这样呢 南北问题就引发到内战 我们知道1918年的时候 这个直系吴佩福的第三师 一路就达到衡阳 再也不去了 就像这个李宇西讲的 衡阳厌去无留意 那成为这个北洋师打到这个 往南进军的一个临界线 绝对不去了 那这就是有内战 那么内战就加剧了南北问题 到底是和还是统一 那么南北问题同时又加剧了 北洋系直系和晚系的分裂 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所以追根新元 北洋系如果他不分裂 那么单凭军事实力 如果他们这个同仇其看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把西南军政府给消灭掉的 西南军政府当时 他政治上是靠这个陈春轩 李根源这批人 他是一种政治力量 同时就靠旧贵系 陆荣庭的力量 颠系 但是西南军政府内部也不和 他内部有阅系 陈永明的阅系 有陆荣庭的贵系 广西的势力 还有唐继尔的颠系 像北京政府一样也是内部四分五裂 所以这个时候只要北方团结一致 是可以把南方给武力统一的 恰恰北方也不团结 所以这就像孙中山说的 南与北皆一求之和 我们知道南方最有革命精神 最护法的孙中山 在1918年也被架空了 之前是西南军政府 孙中山是大元帅 后来陈宁轩套陆荣庭的支持改制 搞了一个叫七种才智 七种才智 我们知道就是九龙治水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不管一摊 那实际上就把孙中山给架空了 那么孙中山待不下去之后 他就跑到了上海住书立书 去搞他的建国方略 所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 南方和北方政府 让孙中山感觉到这些军阀 都是一求之和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法统 南方号称护法 其实护法的名义也被 陈军轩陆荣庭给借用了 法制是一个招牌 所以南北就造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 护法派真护法的孙中山没有力量 有力量的人不尊重约法 那这样一个内战的分裂的问题 再进行下去 列强他都头痛 因为列强这个时候比中国人在摩托伊 还关心统一 因为他担心如果这样 中国的海关 这样一个晚清建立的海关系统 也可能会被分裂的力量给肢解掉 然后他们特别是英美他在中国做生意 他渴望的是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 那么在中国经商的这些商人 传教士才有安全的 所以这个时候南北问题 我刚才说的就是外部力量的介入 南北问题看上去是一个中国内部的问题 其实他又是一个国际问题 就是英美和日本都在关心 那么英美想借助南北的统一 来去打压日本的力量 因为日本室内政府 他是通过电池锐来去扶持电池锐 那么希望通过电池锐来武统 来实现日本在法利益的最大化 那么日本在法利益的最大化 就威胁到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 也威胁到美国在关内的门户开放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势力如日中天 就是1918年的5月份 权池锐他的这个陆军部 金盟与日本签了陆军共同防滴协定 海军共同防滴协定 然后让日本可以出兵西伯利亚 军队自由移动 那这样日本对这个北京政府的控制 可以说如日中天 那么在法的美国公司 瑞云市英国公司 朱尔典都是嫉妒的要命 他说再这样英美在华的利益将灰于一旦 所以这个时候 中国有两个中央 一个是北京政府 国际上合法的 一个是西南军政府 是非法的 怎么办 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掉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南北问题是就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了 因为英美日的力量的一个介入 这就给缝隙提供了一个机会 这个照片我们刚才知道 就是1917年 段池瑞进入北京 把张勋赶走之后 在街上维持秩序的 段池瑞的惋戏军队 就这个样子 军容不整 所以南北问题的严重 就让凤隙渔翁得利 借此机会壮大他的力量 那么我们知道直系和晚系 他们的力量是半斤八两 相机而言的晚系的力量略占上风 但是晚系要想实现武力 统一中国的政策 没有直系的支持也不可能 就这个时候他们是暗斗 还没有公开撕破连 公开撕破连是1920年的直晚战争 所以这个时候呢 晚系段池瑞和他的谋士许数人 就想方设法或是直系 来支持他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 那怎么办呢 必须拉外援 所以在许数人的运作之下呢 许数人就去联络 奉系张作霖 希望奉系张作霖的势力进入 共同对直系绷国章 一和半施压 共同推动对南的战争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1918年的春天 一月份二月份到三月份 因为当时到底是和还是战 在较量 李纯是长江三都 在支手 我们讲长江三都就是直系控制的这三个区域省份 江苏都军 李纯 江西都军 陈光源 湖北都军 王站元 首领是李纯 他们就主张一和 跟南方合作 那张作霖呢 他在这个时候就选择站队了 他支持晚系 段池瑞和许树珍 在1918年的2月8号 张作霖就通电 公开的批评江苏都军李纯 说你这个人太软弱了 我们知道张作霖的电报 风格跟其他人不一样 像吴贵福的电报文周周的 当然他也是有一帮文人帮他起 张作霖当然也会有秘书 就是电报应用他的风格 讲话不客气 单刀直入 就这份电报就是指责李纯软弱 认为一和是鱼虎毛皮不可能 就是明确的支持 段池瑞徐树成推广的 无力统一中国政策 这就是表示了 就是可以看出2月8号这份电报 已经公开的表明 缝隙支持晚系 胁迫直系 共同对南方作战 那其中最著名的事件 对晚系 对直系来说 不是对缝隙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能忽略 就是这个 徐树珍 却怂恿缝隙的军队 在秦皇岛 截流 日军 日本人送给 这个北京政府的 这个 这个枪械军火 枪械军火 因为当时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做 是因为当时的总统 还是冯国章 他担心这个 在秦皇岛运来的 日本的军火 一旦 进入了这个北京 有可能会被直系 跟 给杰都先生给占有了 所以呢 为了避免直系 要去抢这个军火 徐树珍就让张作霖派兵 把这个军火给揭流了 那这批军火 他可以武装多少个师呢 根据徐永昌的一个记载 大概能够武装七个混成铝 七个混成铝 混成铝和师的建制 其实是差不多的 后来就是说 公开就是扩别成五个师 加几个混成铝 这一下子就是秦皇岛 集系事件 让这个凤军有了军火 就是军队扩别 一下子力量就膨胀起来了 那这就为缝隙 有了资本 还有问题中央政权 所以这个事件非常重要 他之所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知道 在某种意义上 学术中也是引狼入室 他之所以引狼入室 就是因为他单独和直系作战 他力量有点弱 所以这就是分裂造成的一个问题 紧接着 1918年3月6号 凤军就扩别成五个旅 扩别成五个旅 开凤 就是沿着这个铁路 金峰铁路 大家出现了金湖铁路 就是天津 然后在天津 那个军粮城设置奉军司令部 张若霖任总司令 徐树仑任副司令 徐树仑他就是擅自作主 后来这个发布命令 包括把那个反对 反对对南用兵 主张议和的幕后操纵者 陆建章被干掉了 陆建章和冯玉祥 他是外甥和舅舅的关系 后来冯玉祥又为他舅舅陆建章报仇 又把徐树仑给干掉了 就是目无法计 完全靠自己的头脑发射 要干掉你就干掉你 这就是北洋的一种政治生态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1938年3月6日奉军扩边五个旅 沿着金凤铁路 金浦铁路在这里驻扎 这是给谁看呢 是给冯郭章看 让冯郭章下台 所以这是奉军第一次入关 极具象征意义 他的获利了 有了军火 部队扩边 然后又进入了关内 那这个图大家就可以看到 当时的时局 1917年孙中山南下部阀 抵达广州后的派的第一张合影 这是孙中山主导的 这个1917年建立的西南军政府 也就是当了几个月之后呢 就被陈尊宣陆荣廷给拍挤走了 就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叫军阀政治 有枪有地盘是网 仅仅有理想有主义没用 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同时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说政治斗争进入高潮了 张作霖的贵人 曾经的东山林总督 袁世凯时代的国务卿 许世昌他出山了 我们知道许世昌这个人 我们今天很值得说的说的 这个许世昌 我们知道他在晚清时候 他也是一个 就是汉林院的边修 近世出身 但曾经是被称为黑汉林 默默无闻 就是由于袁世凯 请了去小战练兵 最终才能够位及人臣 成为军级大厂 主持了1904年最后一个 进士的一个考试 组长文衡 当很多人都是他的弟子 接接了很多渊源 那么许世昌这个人 臣服激身 很善于官丰相 所以从袁世凯去世之后 他一直隐居在天津 一直到1918年的春天 他是不是真的要吸引林全 不问世事了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一直在等待机会 就这个人很能沉住气 所以他在千斤 看着直戏和晚戏的较量 也看着这个 1917年总统李彦宏和 劍奇瑞的矛盾 一直在看哈哈笑 一直在等待机会 看到他们闹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呢 他在出山 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徐世昌 徐世昌也是大书法家 这是他赠给那个 无事事迹的这个 所谓的卖国贼张忠祥的一个照片 他和张忠祥超乳连 这些人都是他在东北 逐政时候的下属 关系很密切 我们知道张 徐世昌他要重新出山 当然他必须要有人请他出山 这就是他的套略 就是徐世昌 我们知道他是北洋集团中的文人领袖 和袁世凯一劫金兰 论辈分 北洋三劫 王志珍 冯国章 段祺瑞 都是小自辈 要喊他一个大爷 但是他没有 他不是武将出身 这是他的烈士 他的优势是文人 他资格老是官僚 头脑更有头脑 你可以说老奸巨华 胸有城府 韬光扬腿 但是他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势力 大家尤其注意 徐世昌最核心的势力 就是我在这里面讲的旧交通系 旧交通系 对徐世昌在1918年重新出山 就起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扫足障碍 牵线搭桥的作用 那这就是前生的旧交通系 这批人和徐世昌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旧刀交通系最能干的领袖 是梁士仪 然后梁士仪的影子是叶公戳 叶公戳也是一个书法家 收藏家 这个人也很长寿 还有周志祺 朱祺钱 这几个人 他们和徐世昌的关系 同样要追溯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那时候特别是徐世昌 做东坛人总督 后来做游团部上属 那么游船部 我们知道就是后来所谓的交通部 组长游电 铁路 航运 那么徐世昌做游船部领袖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和梁士仪的关系就很重要 我们知道交通系 交通系就是组长铁路命脉的 游电的这批人 这批人基本上都是广东人 因为梁士仪是广东人 所以交通系 他就是可以说是南人在南方人 广东人在北方把持着 因为这批人聪明 善于搞洋务 袁世凯这批人 像林世聪 像段知归 这批995呼 他们没有这个水平搞 必须这批人 因为有高技术含量 要高 因为交通是一个现代化视野 那么徐世昌和他们 就因为这样一个关系建立起来的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是心腹 因为这批人为什么能联系起来呢 他们同样都不长去军权 要抱团 那么徐世昌资历又很老 所以徐世昌下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杀手锏 就是交通系 交通系这批人 拔面玲珑 长袖善 因为他有钱 大家知道北洋政府最缺的是什么呢 最缺的是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 因为这些军阀 他需要钱来练兵 购买军火 那么交通系掌握着银行 交通银行铁路 他们有筹集资本的能力 梁士仪就被称为梁财神 是财神爷 如果你没钱 你去找梁士仪 他有办法给你搞到钱 所以这是资本的力量 在北洋集天中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个梁士仪 就是这个许世诚出传最关键的一个人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细节 1918年的3月24号 晚戏的小猪鹅 许树珍 他就是变区率的大脑 与梁士仪在天津密谈 梁士仪此前在香港 专门回来 因为梁士仪这个时候是 严格意义上 他是一个通缉犯 因为这个袁士仪称帝的时候 这个梁士仪周志祺 租起钱这些人 被称为帝制余孽 一路是被通缉的 他其实不是合法公民 当然那个时候 所谓合法不合法 都是说给外人看的 他就是又到了天津 当然要给他洗白 也就是说许树珍 他们当了总统之后 很快这个时候 让他做参议院的议长 他们这个时候就有密谋 我们就可以看到 许树珍和梁士仪 在3月24号的会谈 绝对不是说交通系 和许树珍的会谈 他背后代表着徐世昌 代表着徐世昌 会谈干什么呢 就是交通旧交通系 许树珍 晚系和凤系张作霖 他们之间要合为一切 对付直系 所以你看在同一天 徐世昌就电告张作霖 告诉他和梁士仪谈的事 谈的什么我们不清楚 但是根据之前之后的 一些信件 特别是唐绍仪 后来那个公布的档案 就可以看到 就是要让徐世昌 出来做总统 让段齐瑞退局二线 段齐瑞让出总理 因为冯国璋总统让出来 两个人同时退 就是冯国璋 因为当时许树珍的理想是 上策是让冯国璋 卸任总统 让老段做总统 但是我们知道 冯国璋可不是黎元宏 他手下握着长江三都的实力 还有最能干的 吴卫福的第三师 所以冯国璋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了 那冯国璋就说 要下咱们一起下 那么两个人一起下 谁得利啊 然后就让这个许世昌做总统 那么许世昌做总统 是段齐瑞许树珍的意思 当然也有梁世宜在这中间的策划 所以许世昌和段齐瑞晚戏 他们是结合在一块 那接下来运作就是重新搞一个国会 叫安抵国会 选举参议院的议长 梁世宜 就是大议长 那么梁世宜就代表着 徐世昌的利益 然后王以堂 众议员的议长 就这样就搞成功了 通过国会 以合法的手段 然后选举大总统 那么徐世昌 所以他这时候在1918年的6月6号 他就从千金 徐世昌就入京了 奉系入京 首先是由徐世昌 先入京来进行展开 就是1918年6月6号 在旧交通系梁世宜 周志祺 他们的秘密的运作之下 徐世昌离开千金 入京 斡旋南北调和 所谓南北调和 其实一直是组合 主战的问题 冯国章主战 冯国章主战和平统一 段期会主张战 但是直系的 吴伟夫他们不愿意战 所以造成主战派也不行 所以在这个时候 调和调和 名为调和 实际上是为自己出山扫清障碍 那这就是这个 三水梁燕孙先生 梁燕孙就是这个梁氏一致燕孙 广东三水人 这是他在1911年43岁拍的一个像 这个人也是我们理解北洋政治的一把钥匙 他代表着这样一个资本 南方的技术官僚 在北洋今天中的一个作用 没有梁氏仪 这个徐世昌出山 将会困难 阻力重重 接下来就很容易了 1918年的6月19号 都军团会议就定了基调 拥护徐世昌作为下届总统 冯国章下台 梁氏仪呢 作为参战独办 就是不问政治 但实际还在遥控 但还要求继续对南作战 但是我们知道很快到了8月份 那个直系就不愿意再打仗了 那么不愿意再打仗 就表示组合的力量要出来 其实就是这就为这个徐世昌出 当总统就创造了条件了 那么南美和缝隙介入内战 这个在1918年9月11号 徐世昌呢就接受这个安抚国会 我们知道孙中山认为 这是非法国会 不承认的 现在就怎么也不认 选举允救总统 关于徐世昌当选总统前后的心态变化 大家可以去看徐世昌日记 徐世昌表面上假惺惺的事 我不愿意做不愿意做 但是在晚上和他的弟弟徐世昌 徐世昌在那里看 乐呵呵 这么多人过请愿让我当总统 有几十分几百分 在那里乐了睡不着觉 所以他很虚伪 就是徐世昌的日记 你就可以看出来 在公开的就是迁就 我不愿意当总统 莫害我 像李渊宏当时不愿意做 武昌的大嘟嘟一样 他这个时候也是假惺惺的 以退为进 但他的日记显示 他这个非常急切 其实内心是垂涎一酒 这个时候就是殉情皇室 也在需要他做总统 因为他认为这个人 很忠于清廷 可以保护 紫禁城小皇帝的利益 那么徐世昌当了总统之后 对缝隙进入北京政府 绝对是开了绿灯 绝对是开了绿灯 就是我刚才说 徐世昌和段其未的这种 和张作霖的这种早期的渊源 包括这个徐世昌 这次做总统 张作霖的态度 也起了关键性的一票 那么徐世昌 我们是文人 文人打仗肯定不在行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是审时夺势 看一下西方世界 整个在开巴黎和会 世界要和平 温尔逊总统的这个十四点宣言 响测全球 我们把它称为温尔逊时刻 所以徐世昌就呼应 温尔逊的号召 中国要停战 不能再打内战了 同时要废都 要裁兵 要把南北一和 重新推动 这就是1919年2月份的上海南北一和 南北一和 就是由这个早期 就是由旧交通系 也是徐世昌的心腹 朱起前代表北方总代表 与南方的代表汤少爷进行谈 这其实就是 他们这个所谓南北一和谈 大家要注意 谈是表面文章 通过南北一和来去挤兑 要在政治上打压主战的力量 惋戏军阀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研究系的介入 研究系更聪明 他认为要打爱国牌 要认为这个惋戏亲日 亲日就是卖国 所以呢 惋戏在这个时候就成为过节老鼠 因为你亲日 亲日就是卖国 这就是一种当时的逻辑思维 这个就是那个照片 著名的照片 1918年11月28号 新任大总统徐世昌 率国务总理 钱腾讯陆军部长等人 在故宫太和殿 就是要庆祝 中国是战胜国 北京呢 要放假两三天 大家去游行张灯接彩 然后庆祝 我们胜利了 那我们知道了 表面上是停战的 但实际上局部战争依然在打 在南北一合期间 上海南北一合 这个局部战争呢 就是陕西省的停战问题 陕西省这个时候 是多种部队交集在一起 除了凤军 许兰州 他们的四个混乘旅 进入陕西之外 还有这个南方的革命党人 俞右任 刚才讲的胡锦义 他们的禁国军 这个禁国军背后 还有代表大西兰主义的 这个滇军的势力 还有这样一个川军的势力 与这个清俊与婉系的 陈树藩的势力 还有地方陕北的这种 这个郑松军 所以在那里 还有各种所谓的土匪 总之那个时候 也很难分清是军 还是匪 军匪 沆瀬一气 所以陕西勤战 就是否停战 成为南北议和的一个焦点的问题 南方总代表 唐松英认为 陕西不停战 我们怎么议和呢 你许世昌的这个所谓的停战协定 不是一纸空文吗 以此要挟北京政府 让北京政府必须处置参战军 那么我们知道 这就是说 在南北议和期间 凤军的力量入陕 就加剧了 其实是在搅浑水 让南北议和 其实就更加的复杂化了 那同时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问题更复杂 我就不展开了 不展开了 就是五四运动的爆发 五四运动的爆发 我们知道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 爱国就是因为我们要反日 就是日本 这个利用一战时期的秘密条约 它要直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割让就是青岛 所以有这个五四爱国运动 那么这个五四运动和晚戏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五四运动当时就认为 我们山东问题是不是失败 就是晚戏与日本签了一系列秘密条约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1918年9月的季顺高徐协定 这也签设了两个铁路 济南的徐州既顺高徐铁路 那么代表人是由曹主林签的 后面所谓的这所谓欣然同意 那么研究系啊 反交通系新交通系 反晚性的人就在欣然同意上做文章 所以这就直接的暴露了 你们的这个卖国之心 招然若揭 为什么欣然同意呢 其实欣然同意是一个外交辞令而已 总而言之啊 这个五四运动 在直系 在这个研究系 包括江苏省教育会 包括英美在华势力的这种和谋之下呢 矛头指向了 Bentry的这样一个 一个重要的支持力量 就是亲日派 就是交通总长曹汝林 驻日公司张中祥 还有壁纸局总裁陆中祥 就是定的口号 你卖国 你不爱国 那么如果戴上这样一个帽子 你就白口摸臂 那么晚性的政治影响力在五四运动中就衰退了 他们失去了政治话语权 这其实就为20年织晚战争 这个晚性的失败埋下伏辟 战争没打之前 他在政治上已被宣判死心了 这个就是靖国军 我们刚才讲到靖国军中间 这个大胖子 就是胡锦义 胡锦义刚才说了 在日记中11月28号就说 张作霖的势力很大 他是徐世昌一手提写起来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日记里面所显示的这种文章很大 然后就是我们讲第五部分 我要抓紧 就是这个直完战争与张作霖的问鼎中央 我们知道这个历史都有很多人都讲过 一笔带过 就是大的背景就是说 在直完战争爆发之前 张作霖 我们知道他又开始这个 转换阵营了 我们知道张作霖在1918年 这个时候他选择支持了段祺瑞 一起对付直系 但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这个背景下 这个段祺瑞直系 他们成为过节老鼠 人人喊打 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心 说都是卖国的 亲日的 那么 奉系张作霖在这个时候也是审时多事 不能再和晚期段祺瑞搅在一块了 我们要和爱国者结盟 爱国者直系最代表的新兴就是第三次市长 吴佩福 吴佩福这个时候口号就是爱国反日 给日本人干 要怎么抛头炉洒日蟹 吴佩福的电报战 就是体向了这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所以这个直弯战争 晚期之所以失败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奉系 这个时候选择 与晚期决裂 盖尔支持直系 吴佩福 曹坤 因为冯国璋这个时候已经去世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怎么合作的 只看其中一个事件就知道了 1920年7月11号 张作霖在奉天 召集会议 也有他的几个哥们 吉林的渡军鲍贵青 黑龙江渡军孙烈成 和奉军的总司令张景辉参加 正式决定奉军第三次入关 7月13号 张作霖发表通电 说作霖奉大总统 也就是徐世昌的令入都 这叫师出有名 我不是来抢地牌的 这是大总统叫我来的 亲王 本爱国保民之数字 报稀释宁人之苦衷 适用派兵入关 服务为定乱 被他把他自己描维成正义之师 正义之师 进京亲王 但实际上是干嘛呢 来去抢地牌 那这次战争很清楚 打得很快 也就是十来天的事情 这个玩戏就一败涂地 然后这个张作霖 许树珍 不是这个段祺瑞 这个北洋之虎 这个时候也是虎落平洋被犬气 尽管他资历很老 这个时候就是他的势力已经瓦解了 那么他要再次出山呢 要等到24年直逢战争 第二次直逢战争之后 张作霖这个时候又给他画干个微玉波 要把他推出来 所以北洋政治 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政治 没有像后来国民党共产党一样 昨天是朋友 今天是敌人 明天又是朋友 只是为了利益来结合 所以北洋政治是一个比较低级的政治 他没有一个理想 一个信念做支撑 那张作霖就通过直观战争 就进一步的接近了北京的总统的最高的位置 那么就是一个短命的缝隙政府的出现 一个月 梁士宜那个 我们知道梁士宜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是许市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心腹 他也是缝隙和许市长之间的一个牵线人 在张作霖的支持之下 1921年12月24号 梁士宜担任国务总理 但是好景无常 那么这次内阁实际上是一个缝隙政府 我们知道大家去看北洋树文张国干 他是过来人 他就说一段话 我觉得是可以作为确证 此次梁阁为凤系所推 凤系鲍贵清 担任陆军总长 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吉林渡军 就是张作霖的哥们 那么我们知道此前在北京政府陆军总长 基本上都是由北洋系担任 要么是晚系 要么是直系 绝对轮不到地方的杂牌部队凤系 所以凤系的鲍贵清单位陆军总长 视为创格 创格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那么清凤系的掌握财政实权的财政部长 交通总长 这也是由张胡和叶宫拓担任 那叶宫拓我们知道是梁士宜的影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届内阁 陆军有凤系控制 财政和交通是由交通系控制 而交通系就是仰赖缝隙 所以可以称之为一个缝隙政府 由于其系在这中间 在这个内阁中没有获得好处 所以吴佩孚就决心要把他给推翻掉 那么吴佩孚在这时候 他的政治策略就是高举爱国主义 他找到了一个机会 所以传言1月5号 192年1月初 说国务总理梁士宜会见日本驻华公使 小凡右击 说什么要在直接交涉山东问题 收回交际铁路 当时正在北京政府派到华盛顿会的代表 顾维军 王重慧 施造级正在谈 你什么能在国内跟日本人谈呢 我们国内的基本的政治原则 是不能跟日本人直接交涉山东的问题的 你梁士宜不是卖国吗 所以他在1月5号1922年又发了一个电报 这个电报站就打响了 我们知道梁士宜没有干这件事情 这个人这么聪明 怎么能够碰这个政治底线呢 但是吴佩孚就说你干嘛 这叫说有人于正无难 给你泼脏水很容易 你要证明自己很干净 你是洗不干净的 所以这个电报站一打开 接下来就是军事开战 1922年直凤战争 直凤战争缝隙之所以败 是因为没有得到日本人来支持 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 还是要捍卫华盛林体系 要保持中国的国际合作 如果去支持张作霖 那就破了这样一个国际原则 那么日本在国际上将会孤立 所以我们讲张作霖在做大 他的兴衰是受制于日本 日本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张作霖和许世长 利用国内的派系之争 这是他个人的一个政治 就是外力始终往往会置他于四地 就是第一次直凤战争的失败 是由于日本军队就不支持他 那吴慧福同样 他就我们知道他成功了 吴慧福对外说我有英美的支持 同样英美也没有去怎么去支持他 那就是我们讲这个时候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看报纸都说 说吴慧福有英美的支持 张作霖有日本的支持 其实在这个时候 英美也并没有给予吴慧福支持 日本也没有支持张作霖 但会他们彼此都宣传 都扯虎皮做大旗 我有英美的后台 你有日本的后台 那实际上我们讲 中国的军阀混战 在某种意义上 它又加剧了英美与日本在华的竞争 所以这里面是尔虞我诈 大家在看这些外交档案 看史料千万不能去偏听偏信 这里面是叙叙实实真真假假 搞得这些外国人 外国在华势力也摸不着头脑的 所以水搅浑了 看不清楚 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1922年 张作霖他的势力就退回关外 他到1924年才能再次回来 一直到1928年 6月4号在黄孤屯被日本人给炸死 就结束了他的医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一时期 关外势力在南北之外 缝隙的势力和北京政府的关系 要注意内力和外力 内力就是东北的地方势力和中国 北京政府的各种派系力量的博弈 然后外力要注意日本的力量 在这中间往往在关键时刻起到决定生死的作用 这是因为中国自身太弱 然后就是说要对张作霖这个时候 要有一个概观定论 我个人认为总体而言 他可以作为一个恶势力 我用恶势力概念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 宣传部部长运带英 他在日记里他喜欢评价这个时候的势力 用善恶来去区分 他认为有善势力 有恶势力 但是缝隙就成为恶势力的典型代表 但是我们知道像黑格尔说 恶的力量有时也成为 培动历史的进步力量 那么缝隙在这时候作为一个军阀的恶的力量 这里的恶我们讲是一个宏大的恶 不是指某个个人道德 张作霖个人道德上也有他的可取之处 大家不要误解 这个恶的力量 他恰恰起到一个历史的推动值 就是在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转型 从宪政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他起到一个过定的角色 他是破坏 把北洋的宪政体制法统 彻底的给他毁掉了 真正毁坏法统的是张作霖 而不是1924年的朝昆会选 我们知道国会会选 在世界各国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会因为这些议员收了朝昆的几百大洋 就把宪政体制给毁掉了 真正毁掉的是1924年第二次职方战争 问系真正的入主中央 把这个法纪早已推坏 所以后来搞不起了就搞执政府 后来搞陆寒军大元帅 这是他的一个破坏 这种破坏就形成了一种无道政治 然后北伐才能称为有道发无道 以少数的军队政治上的道义上的优势 把北洋时代给他终结掉了 所以这个无道政治 我们可以引用这个徐永昌的一段话 这个图就是19 大家知道1945年9月2号 徐永昌代表国民政府 在美国的军舰秘书旅号上代表中国签署了对日本的受降仪式 那么徐永昌他当时是国民军 冯营官民队 他见证了北洋的直系晚系奉系的角逐 他深有感触 他就讲 我觉得这段话可以引入我们的思考 也作为我的讲座的结束 他说奉军自明期入关以来 民国七年就是1918年 将国家以往法令规章 无不破坏待进 譬如乘火车一定要先购票 坐人类车一定要先讲价 而奉军则一概瞒步造型 所以社会上有一种歌谣 说妈的把子是免票 这是张作霖的口头禅 妈的把子 土匪 土匪匠 后脑勺子是护照 后脑勺子还是军人 后脑勺子头发都剃掉了 所以如果是上车骂了一句妈的把子 社会人一看这是奉军的惹不起 你可以免票 吃饭的时候摸摸后脑说 一看是奉军的士兵 不能为他要钱 不停这 就是奉军就是这种形象 所以徐永昌说 奉军所经之地 无不被其蹂躏 奉军所住之地 无不抢岸敌出 绑票之风 抑制奉军来后开始 可以说奉军所到之处 一计土匪所到之处 士兵举动如此 其长官之行为更可以想象 我们知道张作霖本身是胡匪出身 所以他的匪器 他整个奉系的班底都是匪器 从根子上就是匪器 所以他进入北京政府 把这种匪器也带进来了 就把北洋的这种仅有的宪政的招牌都毁尽了 那么所以人心尽失 所以不败而败 我的讲座就到这里 江老师 谢谢 好 谢谢马老师 非常精彩的报告 其实这个 关于北洋这一段 我们在一般的民国史的中国天下的讲解中 同学们这个都都是非常有为难情绪的 因为这段确实是线索很多 非常的混乱 但是今天马老师呢 他的讲解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清晰 从南北概念到南北之争 南北议和 他梳理了袁日凯之后的一个复杂的北洋政局 北洋政局 另外呢也在政治的站在一个政治的高度上 来去考察了民初政局变动 与凤隙势力南下的这样一种政治机遇 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从空间角度讲 这个东北和这个 就是所谓过去讲的一个满猛地区吧 他和北京 这个非常近的这个地理要素 包括京凤铁路的因素 那么也成为凤隙呢 去干预中央政权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以及缝隙的这个和日本的这种关系 我个人是非常有感触 就是说能够把当时的这个 1918到1922几年这个时候 这个北京政府的这个政局的这个变化 复杂的变化梳理的非常清楚 从这里边也能够看到马老师他研究的 一个深厚的功力 一个深厚的功力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受益的 那么其实放到整个的中国近代大局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始终是一个政治社会 我们过去也跟大家不断地在强调 我们怎么去关注 政治的因素 对整个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的带动作用 这个马老师这个讲座里边 我想大家听完以后可能会非常有感触的 非常有感触的 那好呢 我们看看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在这个评论区里边 马老师可能那个聊天里边 大家马老师可能也能够看到 大家有问题可以发 好那你说你说 马老师您好 我是大学历史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黄斌 我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您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凤隙军阀 他扩张的这个过程当中 像这个张作霖和王永江这二者背后代表的这种 主张东北本位的地方主义派跟主张 入关扩张的这个扩张派 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变化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北伐的时候 当时那个国民革命军的政治部 曾经应行过一个小册子 叫这个商人与缝隙军阀 那他当中有一个 令我印象很深刻的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凤隙军阀不打倒商人们绝无独立之望 那由此我就有一个好奇的问题 就是在凤隙他起落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像凤天的财经界跟金晶的财经界 包括江浙的这个财经界 他们的关系是怎样博弈的 那特别是后来凤军入关之后 他发行这些凤票 那凤隙又是怎么去处理 跟这些财界商人的关系 那这样的关系对张作霖的失败有多大的影响 以上是我的问题 谢谢老师 谢谢黄斌 你这个问题很深入 也很细致很专业 其实我是没法回答你的 我真的尽而略的谈一下我的一个看法 就是第一个问题 张作霖 王永江 他们就是缝隙内部 肯定有这个就是 我们就是关好自己的一目三分地 保守 不要去参与关内的那种政治斗志 是吧 有扩张的 有这个保守的这种声音有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就是王永江和张作霖 他们具体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看的材料很有限 就没法跟你细谈 我要讲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这里就牵涉到中国历史上以来 就是中央王朝与地方诸侯 他的一种博弈里面提现了一种向心的力量 和离心力量的关系 那么通过张作霖的奉军的六次入关 我们知道他到1920年是第三次入关 后来又加了三次 总共六次入关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中国历史上 一直有的现象 就是以中国中央政府的这样一个大一统 中央政权所建立的一种政治象征 就是总统也好 皇帝也好 他对地方的势力始终是有吸引力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成为中国始终不劣 劣而分而不劣 又统一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政治魅力 就是中央位领中央政权的魅力 张作霖始终有一个总统的梦想 那个同样远在西南边陲的陆荣勤 他也想当总统 至少我要搞个副总统 所以南北一和期间 他后来把唐少爷他们一脚踢开 愿意给婉姬谈 他目的 至少你要给我个副总统干了 这件人其实没读过几天书 但是他还是深受中国传统的 这种文化的熏陶进染 他其实并不想分裂 他有机会他要入主中央 只不过这个位置看谁坐而已 所以我就讲 尽管这个时候被称为五代时的师国 但是中国的这种大一统的 这种最高的政治理念 他始终是牢固的 所以张作霖就代表着地方势力 要寻求统一的这样一个过程 无论是地方统一中央 地方势力入伏中央 还是中央势力把地方势力给消灭掉 同化掉都代表着这样一种观念 这种观念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认为一种最高的政治真理 谁要做了谁谁这一生就不往来 那张作霖就是这样的一个梦想 徐世昌也是用这个东西去诱惑他 你来吧 我给你弄个副总统干干 所以要用他来去把这个挽气的力量 或者直系的力量给他打压一下 搞这种平衡 就徐世昌就深知张作霖的这种心理 同样他也知道唐继尧有这种心理 陈亭天有这种心理 陆龙廷也有这种心理 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分裂的时代 但是我是讲大一统的入主中央 军临天下的这种观念 对他们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当然严锡山是个例外 因为严锡山同的很亲近 咱们没那个本事 咱们就先干自己能干的事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至于王永洁和在地方自首的这种势力 他往往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考虑 并不代表着他最终的政治观念 另外一个就是和商人的一种关系 我刚才说了 就是缝隙整个军队上上下下的 这种匪气很重 当然匪气的这个东西 我们讲大家太粗俗了 但是你通过歌谣 刚才徐文章记录这歌谣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他没有秩序感 没有秩序感 他这样的就是去抢 那么商人当然不拥护他 江浙裁罚也不会拥护他的 那么蒋介石 当然他们讲 其实江浙裁罚把蒋介石也看错了 蒋介石其实也是有机会就要去压榨他们的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你的问题我只能回答到这里 抱歉 因为太细致了 但我觉得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好 谢谢王老师 王老师能看见聊天吗 我先来看一下 还有啥问题 里面有几个有几个问题 就是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概括起来 就是说当时的中国国内 大家是怎么看待东北 就是说是把它当做一个咱们自己的国土看待 还是说是另外一种意识 是吧 再一个就问您这个日本人对张作霖的兴起 在这中间他的作用是什么 我也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就是关于李慧的这样一个朋友 他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南北问题 因为我今天讲南北之外 就是要注意大家不要被历史上所设置的 这样一个路径依赖给折蔽了 好像一谈就是南和北的问题 其实东北和关内和关外更重要 它是一种历史的潜流 其实它的破坏性更强 就是从1918年一直到1926年 北拔这个时候更关键 它是已经破坏成强弩之末了 不要夸大革命的力量的破坏性 这是我要讲的意思 另外就是说 我确实认为南北问题 它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视角 是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 这种帝国主义的话语 就是在当时在华的英美势力 比如说英国驻华的外交势力 美国在华的外交势力 还有他们比如说在上海的租界的 这种报刊的势力 就搞了这样一个议程设置 我们知道大家学传播 学它一个关键词叫议题设置 它就设置成这样一个南北的问题 包括要搞南北议和 但其实它有选择性 选择性的谈南北 而不选择性的谈关内 所谓日本说的满猛特殊 这个地方和关内的问题 尽管我们的张作霖没有在东北 搞独立政权 事实上是独立政权 但问题是日本说 这个地方是我的地盘 这个地方不能搞门户开放 这成为一个国际共识吧 我说它是成为一个国际共识 是由条约关系做约定的 无论是清末的 那个塔普托 与这个塔普托贵太王备忘录 还是1917年 日本搞了一系列秘密协定 还是1917年的美国 跟日本搞的南新市井协定 当然美国后来不认 说你特殊之拥有经济特权 你政治上是没有的 但总而言之除了美国之外 列强是一个共识 东北不能谈 那就是日本的范围 因为俄国这时候打内战 它自雇不暇 所以不谈东北 我讲是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 在中国当时达成了一个默契关系 其实华晨天会议上 东北还是作为除外讨论的 新四国应该想进入 其实日本还是暗中帝制 所以我认为南北视角 它其实是一个 当时列强在中国博弈的 一个帝国主义视角 但到现在为止 除了我去这样讲 我们学姐很少有人去意识到 这个层面 我觉得这样一个层面的引入 就是要注意 就是近代中国的一种政治 半知秘利半封建 这种东西 它已经渗透了这种 政治议题的设置 话语权 而当时的媒体 也在不知不觉中 被带进了这样一个 这个话语圈子里头了 而我们在研究这个 在看这个史料的时候 不能被这些史料 前面设定的议题 牵着鼻子走 我们要跳出来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南北之外 要重视这个外 这个外 关外 这个势力 东北 从历史上 从地理上 从亚洲内陆的边疆 新青史的视角 或者从日本的这个海洋 东北亚共同体的视角 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 就是你至于说 中国的 国内的视角 是怎么看待东北的呢 我想 这一点是不变的 我觉得这个要给中国人唱赞歌的 无论是张作霖 王文静 他们还是认为东北是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最后这个日本人要把张作霖给炸掉呢 因为他认情靠张作霖是不行的 张作霖就是反日的 我利用你日本人枪械炮火 那这是兵不厌诈 我绝对不可能是听你们日本人的 所以张作霖所代表的东北的这些精英势力 他们心中还是有中国的概念 这个是有的 所以这就讲为什么中国在晚前被瓜分 还能够分而不破 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 就是讲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China 有一个中国 老百姓你更应该看到了 咱不问普通的老百姓 你看五四十七那些知识分子的口号就知道了呀 是吧 青岛 欢国青岛 那种国家主义 至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精英 那么至于闯关中的这些人怎么去想 我想他们还是有这种观念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国内就是 就对帝国的视角是不一样 中国国内还是有一个 有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观念 在支撑着中国 所以才有联神自治之说 或者什么湖南共和 他目的就是要解决统一 只不过他没有能力 成为一个无法破解的问题 必须要靠新的力量进入 这就是我们讲国共合作 用苏联的那一套搞革命军 搞政党 成立宣传部 统一人心 把这块旧的东西全部给他推翻掉 那事实证明后来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一个历史的一种选择 你当对这段历史理解越深刻的时候 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形成一个党国体制 北洋军阀这个时代 他必须接触 因为他已经形成一锅烂泥了 吴沛福也好 变弃也好 他的脚都在这个烂泥里头了 指望他们把中国给统一 不可能的 你要指望陈成轩 指望徐世昌 汤少仪 绝无可能 因为整个上上下 他这个体制还跳不出来 所以另外一个朋友讲 日本对张作霖的兴起了多大作用 我想这一点就是 我们南开的郭勋春后起之秀 其实他这些年一直在做 日本军方外务省 军界与张作霖的关系 包括日本我们也知道福布龙二 包括美国的 包括马亭真雄 很多人都做过 其实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形成共识 就是日本对张作霖的兴起起到最重要的决定生死的作用 因为最终还是靠力量 靠到力量 张作霖的兴起可以说成业日本 败业人民 第一次直风战争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日本不支持 第二次之为胜利是因为日本要扶持 因为军阀打内战最终是靠战场上 那你必须有军火 有炮药 这个东西是真金白银 你没有你是打不起的 所以我们要讲张作霖的兴起 当然跟日本的扶持有关 最重要的就是张作霖他借用日本 但他绝对不会臣服于日本 这是他的民族主义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回答一个吧 我看还有一个西南军政府 旧贵系陆荣亭 滇系唐继尧 岳系陈炯明 这个是不是清末新军起家呢 都和这些人 你不能说他 唐继尧他是刘日的 当时我印象中可以称为刘日三节 这个人极其聪明 有雄桃武略 他的智慧在摩托甚至超过张作霖 但是他之所以没有入主中央 是因为他在云南太远 这个没办法 所以他是刘日派 陆荣亭不是 陆荣亭他不算清末新军 陆荣亭和张作霖有点像 都是陆荣好汉出身的 后来他被收编了 他被收编了 因为他参加过中法战争 这个人更传奇 九死一生 我更认为陆荣亭的传奇是超过张作霖 之所以民间更多的关注张作霖 因为张作霖他进入了中央舞台 所以进入了中国主流的历史叙事 但陆荣亭他没有机会进入中央舞台 但是我认为陆荣亭的研究是 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 他显示的就是在西南那个地方 就是法国的力量 英国的力量 和中国的地方力量 就所谓今天贩毒的那个金三角 黑三角那一带 怎么去博弈的 这一个穷孩子出生的人 他怎么能够脱颖而出统一两国 我觉得他是更有传奇 他是一个旧贵系 是绿一圈的一个杂牌的一个草莽应用 他不算新军 他跟新军没关系 唐继尧在某种意义上是半个新军 他流日回来进入那个军队 就是所以这个蔡厄 他们这个提拔起来 陈九明也是有新思想的人 就是陆荣亭和张作霖可以归为遗类 唐继尧和陈九明你可以觉得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算有的新军序列这样一个过程 他们不是北洋军阀 他们是属于西南军阀 西南军阀中又说了 滇系贵系和乐系 属于地方的杂牌军 北洋军阀是瞧不起他们的 认为你们是不入流的 像张作霖 不是像许树珍 像吴沛福 他们内部可以搞来搞去 但是当他们看北洋以外的集团的时候 他们是有优越感 我们是正统 我们是中央军 就类似于蒋介石的黄埔系 和这个桂系 和这个延西山的军队 眼睛是杂败军吗 这个所以北洋军阀是属于中央军系列 是属于拿中央财政的 这些地方是地方势力支撑起来 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的军事的文化观念差异也是很大 这个差不多了吧 马老师差不多了吧 因为后边问题挺多 以后我们看看要有机会了 我们再请您再讲讲 好吧 这块内容呢 这块内容确实很多 同学们可能在学习过程中也受到了很多启发 但是呢也请大家谅解马老师 我刚才看了一个就是在喝水 这个嗓子 对没喝水 也讲了将近两个小时了 好吧 那我们这个今天的讲座又到了结束 我们再次感谢马老师带来一个精彩的讲解 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启示 好 那我们谢谢马老师 好 好